Hello, 各位古佑,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7日, 年初七, 今天是人日 祝大家生日快樂, 每天都像過山般開心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是講粵工股票 這條影片其實籌備了很長時間 主要是這個念頭已經有了很久 只不過是這段時間才懂得起身去拍 為什麼會大膽去講這件事? 因為接觸很多古佑 很多古佑, 比如年輕人跟我聊天 原來他們都感覺到一些壓力 覺得自己的資本不夠, 又擔心又輸錢 所以就跟我說, 我有月供股票的 我月供股票好不好呢? 我都正在做的, 就會說這些 然後整個感覺就是 讓我覺得, 他其實很proud of 這件事 而我很想講一下, 在講內容之前 我想講一些故事 早前, 就看一部電影叫做 Gone Gir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好像叫做失蹤罪 在香港, 就是Ben Alfred 拍的 女主角經常見面, 不過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這部電影就講什麼呢? 就講一男一女, 怎樣開頭 大家結識到, 互相吸引 然後一路進入結婚的階段 大家結結了差不多 接著就開始產生了七年之養 不過未夠七年, 現在是五年 就開始大家有些抹合神來 女生就發覺那個男生 原來不像你這樣想的 男生就覺得那個女生 有些操控太厲害了 所以慢慢走得遠了 而有一天, 他老婆就見到 他老公就出軌了 然後, 他就佈置了很多事情 佈置了很多事情 他本身那個女生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 是一個讀書很厲害的人 是一個學霸 一路就去鋪排 鋪排到自己怎樣失蹤 鋪排到場面怎樣怎樣去陷害他 令到整件事慢慢指向他老公 就說他老公殺了他 而他自己就抽身出來 改變了外表 最後他自己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他又得到被人搶劫 然後他又去找回以前的旧情人 那個男的就是他老公 真的被人害了他入獄 他還沒入獄 準備去受審 然後他去找了一個 他的旧情人之後 就去到旧情人的家 然後他老公就向他示好 他又想回心轉意 但是他又不想讓人知道這件事 他就去切法 再次去殺害他的旧情人 令他可以合比地逃走 再跟他老公在一起 整件事都是這樣的 這套戲都可以的 好看 但慢一點的節奏 好了 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股市 就有點像這個狀態 就是他化妝到整件事好像很合理 然後讓你入了局 你入了局要走一段時間 你才發覺到 原來不是這樣的 你回頭的時候 你已經是沒辦法 再去回頭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相當多的事情 我們經常說股市裏面的底層邏輯 其他一篇都是這樣 跟別人說的 表面告訴你 其實不是這樣的 而這套戲 正正就好像股市的縮影 就是這樣 你鋪排到好像很合理 好像真的是他 完全是沒有破綻的 你就相信了這些所謂的證據 所謂的故事 但其實這件事的本質 實質的答案並不是這樣的 而我很記得這套戲 整套戲裡面的男主角 Ben Everett 就說了一句話 就說得很有道理 可以說是整套戲裡面 我覺得最精進的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那個女生被人救了出來 在她的舊情人的家裡 救了出來 進去審問室裡面 警察就問她的過程 不是抓她 就問了她的過程 因為她殺了那個人 然後呢 一邊說她 究竟怎樣 又怎樣綁她 又怎樣強姦她 又怎樣怎樣 她老公在旁邊 因為知道這個人是怎樣 就是她很懂這個市場 就是看著她老婆 然後她就提警察 跟警察說 她就說 那她綁住一雙手 她怎樣去拿刀呢 這句話 她就說了一句 其實就是整件事的核心 既然她都有個錯誤 既然她都有一個疑點 但是呢 因為可能她是女人 而你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想法 然後你幫她解釋 你是騙自己 令到你好像蒙蔽了 其實這件事是 為什麼呢 如果這可能換穿男人 人家就會招著這件事去想 所以 整件事 如果由銀行說一件事給你聽 然後告訴你幾好幾好 你可能你就會幫她解釋了 信服了這件事 其實你並不是如此 不論男人女人都好 事情歸事情 她不是必然一定不會做壞事 不會做好事 好壞也有五分男女 我想說的是這一點 而我也說過很多次 其實股市是和你洗腦 洗腦什麼呢 就是整間公司的成長 股價飛升 和它的成長是有關係的 即是說 我做大了很多生意 佔了很多市佔比 很多卡拉的東西 傳統的觀點上 就告訴你 我爭議做得好 自然就上升 自然股價會飛升 但實際上 無論公司是怎樣 其實它的股價 從來跟它的業務 沒有直接關係 只有上市那刻 上市去了公開市場 它就沒有直接關係 即是公司 原本上市的時候 值一千萬 一千億 它的股票 股價在股份不變的情況下 譬如一千億 一千萬一股 它可以跌到一千 只要合乎上市規則 那個價格 它依然可以繼續上市 但是它的事情是沒有變的 明白嗎 整件事是這樣的 而你要記得 整個供求 整個股市的股價 是來自於供求 是供求影響股價 然後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麽 它的生意做得好些 所以股價會好些 這些是什麽呢 就是我經常說的 買股票的底層邏輯 就是大家的預期 所以我們買股票 是買人家的預期 不是買你自己的預期 所以它的股價是 因為你覺得它好 業績告訴你 覺得它好 然後你去買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 炒牛紅證 期指計價 但是現貨結算 不要去無端端偷換 然後無端端幫它 劃上一個等號 就是業績好等於 所以我希望 聽我的股友 或者群友 希望銘記這一點 你要知道這樣 才會清晰 究竟它在做什麽 不會說 有個裁員 有哪個人出來 說它好 說它不錯 然後你買進去 其實就不是那回事 所以今天我想說的是 就是月供股票的本質 因為實在太多人想的方案 並不是如此 首先預供股票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銀行做 你就可以買到零碎的股票 每個月定額 定量 前額定一樣 你就去買 去供它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投資門檻低 譬如 700這樣 很貴的 可能一手 或者比亞迪一樣 一手很貴 你可以斬勢來買 所以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投資門檻低 就不用一次過買很多錢 銀行就會提供這些 買賣機會給你 所以也適合很多人 甚至有些是佣金都會低一點 這個就相對銀行 這個價格主要 是相對銀行 本來收利的價格 來講 你和部分不收勇 那些 不收勇也有很多 你分開拆了單 它又再每一單 再扣你多少錢 明白嗎 就說不收勇 有一種是不收勇 但是它是別人給它回勇 這個譬如 什麼會做呢 好像 某幾間新的那幾間 是會做的 譬如有些 傳統說話 免佣那些 它是免你佣的 但是它會把你的單 拆開 譬如你的手續費 還是什麼費 我忘記了 譬如你一張擔保料 可以一張成交 但不是拆了五單 但每一個這樣拆的手續費 就是五元 這樣就收錢 所以就不會有免費的午餐 記住這件事 所以這就是個故事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 不用這麼多錢 還有有些人覺得 等於存錢 而最大的壞處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它是存錢 這個才是一個盲點很嚴重的 還有一個給自己的安慰點 即是你本來坐股票跌了五成 你都會覺得很痛 哎呀我都斬了 但是你現在是月供股票的時候 你更加會安慰自己 不要緊 我照供 供久一點都行 沒問題 這樣就更糟了 另外就是 它會用一個很普遍的人 叫做什麼呢 叫做平均成本法 去說服你話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經常講的形容詞是什麼 就是溝貨 最糟糕的問題 你向上溝 向下溝 向上加柱 向下溝貨 那是不是真的好呢 其實月供股票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想些什麼呢 就是你想要一個什麼結果 這個才是你 是不是真的要去做 月供股票的核心 來的 譬如 我每月去買股票 是想增值 即使這些股票增值 或者資金增值 還是我每月買股票 是想保本 我只是想保本 放在這裏就保住了 抗通脹 我們簡單點說 抗通脹 就是起碼都做到一個 抗通脹的功能 就不是一個大幅的增值 就是2% 3%這樣去增值 另一個角度 就是我買股票 就想收息 月供股票就收息 主要就是這三個 或者每月 你 還有第四個 就買股票回來 安慰一下自己 即是 我不買外賣士 不買Chanel 不買Puma 不買單車 我就去買股票 安慰一下自己 比沒有更好 而我今天想說 主要就是這三個目標 其實最後你出來 會看出什麼結果 然後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跟你想的一樣 這條片我應該會分兩條去拍的 第一段就是先講一個邏輯 之後我會講 是怎樣去選股 怎樣去選 怎樣去想 究竟我會往什麼方向去想買這些股票呢 因為我不想有些片太長 我希望可以在二十多分鐘這樣說 好了 月供股票 如果我選擇了公股票等於增值的時候 即是說 做一個capital gain cap gain 我們的預期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假設我十年 每年賣一萬元 賣一萬元的股票 那十年是否就是十萬呢 買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我純粹就是這樣 好了 首先就是說 我能夠做到增值的 即是說我收益回來 一定要高於通脹 如果在月美角來說是2.4 2.5 我們就當它高於2.5 你起碼要拿到3%的增長 即是說股價的增長 或者你的資產的增長 即是說 超過程 你可能 例如我3% 可能10年就超過程 是增長大約 30%不到 大約不到30% 如果你以通脹的2.5來說去計 那就不到30% 但我們用30%去計 就簡單一點 總共是說什麼 總共是十年 最後我就收到13萬 我不管你用什麼平均成本化 好 一炮過比賽也好 總之在十年裡面 我的資本就增值了30% 就是3萬 就是這樣 這裡其實就還有一個 比較複雜的情況 就是這10萬的股票 不是一次過買完的 所以其實真正的大部分的時間 你的增長 其實要多過30% 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之前買的是 7毫子 我會升到1萬2 假設這樣 但我去到後期買那些1元 或者1元1毫 或者1元0幾 那裡是 會淡化了你前面低價買的 所以你實際的增長要多過三成 但這個比較複雜 這就是不講的了 而我們講的 這是一個最小的 其實就等於沒有增長 為什麼呢 你等於有抗動漲 不是叫多了 因為不能用多了 還有你想想 10年簡單的說 菠蘿包 都將近一倍 就是以前買過菠蘿包 10元3隻 現在是 700元 6、7元 我之前在影片中說 吃的麵包 貴得很貴 一片幾十元 怎麼吃 你想想 意義大不大 你用10年時間去證明 或者叫做Bed Test 而 講這些就是最少 如果我計算 每年都有一個正向的增長 叫做5% 都不過法 那我大約都要有 16、7萬的收益 在10年裡面升七成 才叫做合理 就是正常 如果以我做這些 投資的話 我們來看看 匯豐 匯豐行不行呢 在圖上也看到 2012年1月1日 買到2022年的1月1日 其實 你看看月線的平均價 每個月頭都買 我就當你這樣做 你看到 這裡圈住了 它的平均價是 60.3 平均價格 大約是這個價格 最終你每個月都買一買 做回一個 股票的數量不變 最終價格大約是60.3 而日線 大約是60.8 差不多 現價看 其實5號仔 近年的高位 叫做53 五十多元 今天是更高一點的 因為我寫高的時候 是53 應該是55-57 好了 在這段期間最低的時候 是多少錢呢 25.8 大家都知道 這是很痛 然後最高的幾千 是76.3 等於是 高低位的相差 是三倍 可以去到 低位買的話 我會升三倍 但如果我中間買 那就糟糕了 如果我不幸 我高位買 那怎麼辦呢 而十年後的今天 如果我們有一個平均價 是吧 因為我們是講平均成本化 那你去到今天 你都還在輸 是吧 你用了十年時間 你給了它 我收息不說 等一下再說 只是說股 自己的增長 那你在這個前提下 你覺得 你是不是在增長 而再換一個角度 其實如果你說 我只是存錢 我自己存錢 我什麼息都沒有 我現在都不解釋 我就當它什麼息都沒有 我今時今日去買 我還沒有花錢 還沒有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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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要在想 喂 其實 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樣 是不是我平均成本 去買一隻股票 買長期十年 我就等於 贏錢 有沒有一個等號 沒有 而且這件事 不只是在匯豐身上 是很多都看到 當然了 一定有些情況 會增值 但是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在匯豐25元的時候買 它也可以升到75元 給你三倍 所以實際上 你要考慮的是什麼 是一個時間點 是你什麼時候買 所以我覺得 你要考慮到時間點 才可以做到一個長期的增長效果 就是說你不避開高位 或者可以接受高位的話 其實某個程度上 月供股票可以幫你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 其實是一個錯覺 或者給你一個錯覺 它也會繼續升 平均成本 你的想法就是在這裡繼續升 我前面的價格買得多一點 後面的價格買得少一點 後面的價格買得少一點 後面是升的話 我就會升 但是問題是 其實換了一個角度 你並不是買了一個 會繼續升的資產 你只是把你的現金 和大市的風險同步了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假設你的Beta 就是和大市的距離更大 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失控 你要明白這一點 而很詳細地考慮一下 如果你說不想管理它們 其實是 在風險角度去看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我也不見得月供股票 比月供保險更好 月供保險 過了某一個年期 起碼也算是保本 你承受那個Facturation 就壓縮了在前面 承受了你可預見的 或者你不可預見的風險 就在前面的幾年 其實你是拿這個時間 去抵消了自己的風險 這是比較複雜的概念 但確實就是這樣 或者月供基金 月供基金 基金呢 你懂得選擇 某程度上 它都是偏向上的 都是偏向上 但它當然會和市場波動 但是沒有股票那麼厲害 而主要不是說 哪個增值得比較多 而只是說 哪個波動率比較低 就是我們股票 保險 以及基金 當然 你會說 你不會選股 當然 廢話 如果你會選股 你都不用月供 就是因為你不懂 某程度上 你才會選擇月供 不然的話 你自己直接炒 你夠便宜 我們有1元的股票 有1毛錢的股票 有10元的股票 有100元的股票 你隨時可以自己炒 但是問題是 你更加是 你不懂得去做這件事 或者你會做錯這件事 你在風險上 你會怕有這件事發生 再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 你從一開始 就被人灌輸了一個這樣的概念 這個概念 並不見得完全正確 這很簡單 再換一個角度 你在屯門買樓 你知道那些買樓的廣告 很誇張 廣告就是 我打開門 就走出中環 然後你走進去的時候 看出一個窗 說這裡是和合石 就是 有這樣的概念 23分鐘可以走到去 坐地鐵 23分鐘可以走到去 那 他還沒計算你家裡 地地震是多遠 還沒計算你地地震是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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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這些事情 講到好像一間房子 屯門買樓 中環門口 你可以想到 他說是這樣說的 你可以想到落差有多大 然後有些人甚至乎都會說服自己 跟自己說 他都說二十幾分鐘 給他多五分鐘 給他十分鐘 三十分鐘 都很近 是啊 不過問題就是 一看 一個月頭鎖成六千元 車費 為什麼 因為有些時間 我不知醒 不知醒 打滴 如果你 下雨 打風 那些 又再坐久一點 打得做一下 你還要轉工 所以這是你要考慮的 如果你說只是佛 這樣去考慮的話 縱使你真是倍升 你又不處理它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你用月光股票的角度去 因為你看到的 我們有二十五元 總有個月是便宜的 總有個月是高的 但是你又不賣 那為什麼呢 你看著它 就打望望 然後你又安慰自己 整件事是很和諧的 而你是說 做一個狀態 你每一刻 你買了這些東西回來 你是在承受著風險 很多人 我經常提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是投資的時候 你一定要想到 利潤必須包含風險 我們比較推崇的 一種投資方法 就是 吃一個兩至三成的波浪 回落 他不回落 我買第二隻 就 永遠都靈活地 在富士那裡彈一下彈一下 你承受的風險是有的 但是你因為保持身是熱 你懂得走 如果你硬是這樣坐 這個是事實 現實的人是告訴你 你以為那些股票會升 然後特別是有名 很簡單 若名跌了多少 比亞迪跌了多少 這些全部有名 有誰不是大名的 是吧 騰訊也夠多 是吧 跌得夠多 你想想 可以不可以 這已經是事實 告訴你 反而你偷懶身 你反而會更加容易中招 如果兩成三成 就是我們比較推崇 兩三成吃了夠 我換第二隻 那兩三成 我都說了 一個長期的升浪 永遠都是由無限的 兩三成的升幅 去組成 就是說你捉得到這個波浪 而你又看他本身會看長的 那其實他就會發生兩三成的升幅 跌下來 兩三成的升幅跌下來 的狀態 那你去捉他就可以了 那你寧願這樣捉 而很多猜錯的狀態是什麼呢 就是他一個人捉了二十隻股票 我現在說 就是二十隻股票 給我看的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呢 就是不少的 30隻 30隻有 最高的那些是40幾隻 那你想想 怎麼搞呢 就是你換成我 我也做不到 而還有一樣東西 是很特別的 就是他們這些股票裡面的 那些股票呢 那個相似度 是我想 就是我沒有統計過了 下次我統計一下 有五到六成的 就是大家壞就壞了 譬如微倉 那大家一起壞了 那大家一起壞了 跟著就是信達 跟著一起壞了 我曾經想拍一條影片來說 十大糟糕的股票是什麼呢 我想拍的第一位呢 又贊了 還有這個 2013 2013就是什麼 就是美民 這兩隻 很多人就問 那麼 其實你就看到 這件事就反映了什麼 反映了大家 買股票的 source 收回來的訊息 都是在那裡 那裡 但是大家都不走 這個 客觀事實告訴我 我本身不認識大家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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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 价格是Forecast到2024年的收益 我就说,这些不能买的 我说是那时候不能买的,但跌下来就可以买的 因为它的行业可以,但是跌多少,我不知道 那时候它跌2024年的收益 这些很明显是炒作了,那时候肯定不追 然后它高位下回落,到现在最低位是123元 400多元跌到123元 现在反弹了,我们估计有先问,就说了这件事 我说,它回到2024多元,然后我说,以这些位置可以博 它是达到1606元,但是差不多了,然后又下回 不过去说,我只是举个例子 故事说服你的 那你不要帮它说服你自己,你要质疑它 不断质疑它,质疑它,质疑它 质疑到它你不买,最早就不赚,你不会输 是不是 所以这个所谓平均成本法 看起來好像很合理,其實它是跟時間上升,是有很大的關係 你的風險在哪裏?是在時間上,它是會升的 或者每個時間你都會有低位買的,那你就當你買了 但問題是你不走,你是不會賺得到所謂的倍升 而哪個時間走才是最好呢? 那你要有這個判斷力才可以 如果你是有這個能力,或者有這個精力 甚至乎,那倒不如你自己找低位去買貨 就像我們在群人裏那樣炒炒炒 還有一個增值效果 因為其實你買公股票的前提是什麼呢? 其實你是想能夠佛系這樣賺到增值 你要懂得去判斷時間 否則你只是靠運氣 你不是說你真的懂得的,你只會說我現在走到 運氣好,或者我剛剛等錢小時候股價最高 那你就靠運氣了 你不是說你真的知道它會有什麼事 就算你真的做到,其實都已經不是佛系 你原本就想佛系 但你現在發系不到 如果你說銀行認為平均成本法是好的話 假設你沒有的程度上就是 你懂得判斷時間買入買出 也就是你自己懂得判斷 什麼時候低位去買股票呢? 你的平均性是漂亮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得做這些事 你何必去供股票呢? 你現在做的事更像是ETF 摸頂也要追 有人扔錢進去就追 就算你一次性的錢不夠 其實你可以想找一個漂亮的低位去買 你一次性的錢不夠 其實你可以先換算 你不是說買10元20元 你不是買一千元 你買一萬元的股票 然後你每個月存10元20元 不是這樣的 譬如你買一手貨 可能是五萬元的 你每個月都存幾千元 假設我存半年左右 我都可以存半年才買 所以你的利息差很少 甚至乎你可能 股價還有機會是回落給你 當然了 有機會會升 所以你也要考慮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找個其他 找個機會再買 當然了 月供股票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人監督你 會比較好 這是我覺得唯一可取的一點 就是 如果你的自信能力不太好 其實月供股票也好 比沒有錢的 如果你的自信能力也好 其實就沒有什麼必要 同時其實你也 不問價購買 或者你是高價購買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你都違背了增值的意義 那個想法就是這樣 這裏其實是值得考慮的 還有 譬如月供股票是否完全沒有用呢 當然當然不是 但是問題是用法 就是說我們買這些 所謂做月供股票 我們第一件事要想 就是我什麼先決 我究竟為什麼要做 以及想得到一個什麼效果 就是以一定的目標為本 這是要怎麼做的 那這裏我們等一下在下面再說 那就留下明天 明天我們再說 那這條影片我保留著20多分鐘 大家沒那麼辛苦 因為後面的內容會比較多 以及比較 再底層一些 所以就會長一點 那好吧 多謝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鐘仔 按全部 以及繼續追看後面那一集的 這個月供股票 還有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頻道 可以加入我們的Telegram 群組 每天我們都會在那裏 和大家一起看一個市 如果有問題 隨時可以問 我很歡迎大家問問題 如果不進去都不要緊 你可以去Facebook inbox 那裏問我都可以 不過我就會慢一點回答 因為少一點看 多數我們在Telegram頻道 就更多的 那好吧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Hello 各位故友 大家好 真人的Patreon 終於上線了 未來我們的會員片 獨家片 獨家分析片 十分鐘教學 十分鐘分析 還有會員倉 我們都會放在Patreon 裏面 以後大家可以去Patreon 裏面 那裏看 Youtube 我們慢慢就會Facebook 而這條影片主要是教大家 如何在Patreon 裏找到我們 首先就在Patreon.com 然後打入我們張三豐真人 這裏就會顯示到我們專業的名字 然後你便點擊進去 便會進入我們頁面裏面 到頁面裏面之後 你就會見到 這裏有三個會員等級 首先第一個會員等級 就是最基本的 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獨家片 所有的會員片 即人倉這些 而第二個等級 就是Telegram Telegram的Member 可以進入我們的TG群 可以平時跟我們交流 以及每天可以收到我早上的 一個早晨明燈的一個報告 然後另外就是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一個課程的會員 但這個暫時還未開放 所以價錢我們捨得很貴很貴的 大家千萬不要搞錯了 我也沒有辦法推薦給你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 這個將會是未來 根據我們嘗試在開課程的時候 才會啟動的 到時候我們會有些片 再介紹給大家 所以暫時就不需要擔心 好了 到下一步 首先需要自己一個Patreon的賬號 或者登入自己的賬號 然後當你登入完畢之後 或者申請完畢之後 按OK 你就會登入去 登入之後 你就會需要選擇 究竟用什麼付款的方式 可以用Credit Card 可以用PayPal 如果有Credit Card 就用PayPal 沒有Credit Card 可以嘗試用PayPal PayPal也可以嘗試申請 另外 如果你成功了 如果你是Telegram Group的會員 你就會收到一封電郵 那一封電郵 就會有一條連結 那條連結 你按下去 它就會在Telegram那裡 發出一個訊息給我 就會告訴我 我可以加你 然後我加你的時候 你慢慢同時 把你的Patreon ID 以及你的付款截圖 都發出給我 我核實後 48個小時之內 我就會將你加入Group 如果你是普通會員 或者你都會收到一封 歡迎的電郵 當你收到這封電郵 就證明你已經 收到成功了 加入了我們的Patreon 好了 多謝大家 記得可以的話 就去Patreon那裡 加入做我們的會員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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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糟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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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支持你 多謝大家 有